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耍到这样区 在耍内 尽力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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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耍内 尽力误者 在耍内 尽力误者 在耍内 尽力误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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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 念21点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完那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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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没有摧毁自私自利的自我的心的话呢 那么就是 把我呢 就已经出卖给 也就是说这个言罗十足 就是无数的这个痛苦 那么 这个呢 就大家也应该 就是通过上师的这个教言 高僧大德门的这些论典呢 应该是知道 就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大乘佛法的这个教育 也没有这个遇到三知识的开始的话呢 的确是一鹤啊 在这个轮回当中呢 还不断的漂泊 受复 就是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 他这里也这样呢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狂妄的这个心啊 你呢 就是曾经就是多次的 就是成千上万次呢 就是把我这个抛弃 那怎么抛弃的呢 因为当时以自私自利的这个心 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弥天大罪 最后呢 就是业力这个果报啊 就是这个成熟现前之后的话呢 让我就是多生内戒 或者说是这个成千上万次呢 就是在这个堕入三恶去当中 像我就是抛弃这个三恶去当中 当然我们在这些恶趣里面的时候呢 当旁生的时候呢 有这个意识的痛苦 或者说是这个无有自在的这种痛苦 地狱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寒热的痛苦 恶归的时候有饥饿的痛苦 等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呢 已经这个无数次 那么 然后这些无数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呢 今天我已经这个认识到 已经这个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呢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特别坏的人啊 就是他做的这个无恶不足 最后的话一旦发现的时候呢 那我们应该就是不得不惩罚他 就是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这些罪恶呢 就是在他面前就是一一地给他这个算清楚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如今呢 完全这个发现了 就是自己无始以来 在这个漫长的轮回当中的话呢 就是感受了 各式各样的这种痛苦 而这些痛苦的唯一的这个来源呢 就是我们这颗这个心 我们世间当中也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呢 就是给你这个就是作害 那么作害 一旦发现的话呢 我们对他有这个臭缘 有这个 结上一种这个臭缘 就是 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呢 已经想起了你这样的这个 这个深处大怨 就是深处这种 或者是这个救出心愿 就我完全就已经发现到 你这这么这个长的事件当中呢 已经害我这个无数次恶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依靠大乘不少的这种非常尖锐 强有力的对峙力来 进行这个摧毁你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自我自信 这个自我自信是没有这个摧毁的话呢 那依靠他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不倒这个恶业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 都可以想得起来 只要是有自私自利的这种心啊 就是非常强的话呢 那你这个造恶业是这个 就是你所当然的事情 一定会是这个造恶业的 所以说呢 我想我们这个 有了自私自利的心的话呢 用身体来就是可能杀生啊 邪淫啊等等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恶业也会自然造的 然后口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恶语啊 骂人啊 说旗语啊 网语等等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来源全部是那个 真正的这个 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心的 所以自私自利的心所造的业呢 真的是这个利率的啊 就是说千百万次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 这种这个世间当中呢 就是在这个受苦的就是 不是我们这个无始以来做造的 仅仅是给别人说一个恶语啊 那这样的这种 所以如果我能这个回忆起来的话呢 那就无法这个想象的 就是无法描述的 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 真的是 如果每一个人能想起我们的这个前世的话呢 就是恐怕是特别可怕 也有在地狱里面就是 战转不停的就是受过痛苦的 也有在恶语当中 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呢 都保障过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来源呢 就是我们贪执这个自己 就是贪执自己呢 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想起来了 真的是 如果有智慧的人啊 一观察的话呢 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 在无始的这个依赖啊 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当中的话 确实是这个害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一定要就是想起来就是 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种安了 就做我的这种安了呢 就是造成这个其他的恶业的话呢 那这个痛苦呢 就是一定会是自己感受的 所以我们宝仁波切有一个教言呢 就是说是 一切这个凡语 一切愚昧之凡语 呃 这个谈恋偏刻之暗了啊 就是一切愚昧的这些凡语的话呢 他们就贪恋偏刻的安了呢 从而造作罪恶业 结果感受无边苦 就他们呢 就是因为贪执暗了啊 就是造作这个这个罪业 造作罪业之后的话呢 就是感受这个无边的这个痛苦 那么这个来源呢 就是全部都是 应该说是我们自己的这种 自我保护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心 所以说呢 大家应该这个想到 这个取舍这个因果啊 就是一定要了解 就是现在我们所作所为 就是尽量地 就是不要造这些这个恶业 尤其是以自我的这种心啊 造作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好的世界了 所以说呢 就是这些神圣的这个教言呢 大家应该明看于心 如果长期不断地这样修持的话呢 就像这个地水船是一样的 逐渐逐渐 我们的这个坏的吸气啊 坏的毛病呢 就是慢慢慢慢这个断掉 就是有这个机会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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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想真的想保护 想喜欢自己 或者说是让自己珍惜自己 让自己快乐幸福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不应该自爱 执著自己 这个可能有些人觉得是有点想慰 怎么想自己想快乐 对自己不执著呢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深深地去思维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也是有这种说法 知者求乐因 愚者求乐狗 意思就是说 一般有智慧的人 他创造安乐的因 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有很多有学者的话 他暂时再怎么痛苦 也是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深造 之后呢 真的最后他获得是他的快乐 而愚者的话 他眼前的就是一点点喜求 所以完全就是 求的这种方式和目标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 生生世世当中 来自在未来的一切这个世世当中呢 想圆满 快乐 没有痛苦 过得非常的幸福啊 那这样的话呢 唯一的这个办法呢 你最好是现在呢 就是不要喜欢自己啊 不要就是 每天都是所作所为 都是围绕自己而奋斗 为了自己而开始操心 这样的话呢 不但就是得不到 反而呢 让自己推到非常可怕的深渊当中去的 因此呢 这是最好的一种教言啊 就是让我们真正要勇士地 想获得快乐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就是摧毁自我 而且吴光尊在有些教言当中 《道格》里面也是说了 就是若不摧毁 若不摧毁我之善 永无灭尽弥乱世 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呢 永远都是没有这个摧毁自私自利的这种 像三万般的我者啊 每个人的我者是挺大的 大家应该自我感觉的大 如果没有这个我者的话呢 我们都处于很快乐的境界上 可是有了这个我者呢 始终都是忐忑不爱 如果我们彻底撤毁了我者大善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迷乱的种种痛苦 恐怖 以及灾难呢 当然消失的 之上终都是固乱的 在某气那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以前欧义道士也说过 说是内不见于我 则无能 意思就是说 我们内心当中 如果没有见到 我的不存在的话 那一切的修行 不一定是成功的 一切的这种奋斗 全是为自己 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很多人是这样 自私自利比较强的话 不要说大的事情 连坐车的话 也很困难的 我坐比较舒服的地方 你坐不舒服的地方 那这样以后 这种人的这种人格 很多人都不容易发现 之后的话 他的事业不圆满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 是先一定要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的话 这种人是获得快乐的 所以我们自我的这种负担 自我的这种压力 真的每一个众生来讲 越痛苦 这是亲身的感受 并不是我们佛教是 噢 佛陀佛这样说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每一个人 在这么多年当中 自己的经历可以证明 因此说 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就是想自己 保护自己 呵护自己 或者永远不愿意 得受各种危惧 痛苦 等等的 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你要护持他人 因为我们很多人 可能不会这样的 想护持自己的 谁都会 就像自己的厌慕那样的 不管别人说话也好 做事情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 这是我们的 唯一的第一个年度 但是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凡夫人的一种做法 我们如果真的是 想要保护自己的 唯一的这种办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力的 护持别人 如果护持别人 利益他人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是自己的快乐 就是自然而然会出现 所以我们上师 如意宝以前也说过 若欲成就 什么离极者 暂时离他乃巧诀 就是在一个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这样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 不说什么其他的 就是要想保护自己的话 我这个表面上 或者暂时帮助别人的话 那自己的这种快乐 就是自然而然会现前的 所以世间当中是 只要有一种利他的心的话 其实这种人 在世间当中很难得的 所有的人 非人 天龙暴步 以及所有的护法僧 都会保护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呢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对治方法呢 就是灭俗和广俗 就是首先是断除这个身体的贪置 然后呢 用这个身体啊 就是就善用这个身体的方法 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也讲就是单知身体的过患 和就是单知不合理分两个 首先第一个单知呢 单知这个身体的过患呢 就是真实宣说和胖说 首先是真实宣说这个单知身体的过患 那么下面呢 就是将我们这个 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啊 因为自己呢 前面也讲了 就是我对自我的身体 对自我的心要放弃的话呢 就是不能贪置自己 而现在许许多多人 贪置身体是特别可怕的 那么这个 如果你特别的贪置 就是越来越就是盈切的护持啊 爱护啊 或者说是保护自己这个 这个如生就是不清净 就是具有三十六种 不清净元素的这种身体 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越来越趋入就是特意多 就越来越趋入非常可怕的这种境地区 就是越来越变坏了 就是 而且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样的 这个腐朽不堪的这个身体啊 你越来越贪置他的话呢 它越来越会脆弱的 而现在世间上呢 大家应该清楚的 本来这个身体呢 也没有什么可贪的 我们在学习很多大乘论典的时候呢 大家在理论上是应该会明白的 就是这个身体呢 不管是皮肤也好 里面的血肉也好 还有呢 就是骨头啊 就是全部这个意义分析的时候呢 就像这一品当中所分析的一样 就是 也没有什么可质的 这个贪置的 但是呢 就是如果我们 就是用各种这个饮食啊 或者说是一些衣食啊 来这个意义的对他就是满足 悲伴的对他装饰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越来越脚弱 越来越脆弱 就是它不听话 我们世间上 很多人可能也自己发现吧 我身体呢 就是只有一件衣服的时候呢 这个身体还是很听话的 就是它就有一种满足感 可是条件就是如果越来越好 如果一个人呢 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今天穿一样 明天穿一样的话呢 他就越来越不听 就是他要求就越来越高 这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的身体呢 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古人的话呢 就是他只有一件衣服啊 一天吃很简单的这种饭呢 那就完全都已经足够了 就就可以了 但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不行啊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也花样很多 就是要多少个菜啊 那么每一个菜的颜色啊 味道啊 就是色的香味 全部要十全十美啊 为了达到这个呢 就是要花多少钱 花多少功夫 所以人们的这种 内心的这种痛苦的话呢 就是自然而然增上 就这一点 恐怕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清楚的 是不是在这种可能性的啊 林洛与 哪个人应该是有的 有的 也可以尽量的啊 老鼻子 那么我来不就像还有个人 说出来的一样 好啦 我们就离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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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я 这好看来吗 大家就听说出来 好看 这种想法呢 这种想法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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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龙猛菩萨也说了 不禁自行持身体 藏满合不气 不清净的身体的话 就是充满肮脏不堪了 那怎么会对他不生气厌烦心呢 你越来越对他挨着的话 他就变得越来越可怕的 身体虽然他是出路不堪的一种东西 可以说是像圣天论师所说的那样 什么人苦从生生安乐犹他气 我们这个身体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生死终苦气如何终此生 就是有这个教言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 就是是一切痛苦的这个名气 就是就没有什么可贪执的 但是呢 就是依靠这个身体呢 就是对这个解脱啊 对这个整个修行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成功的 因此说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正面来理解的时候呢 就是对这个身体呢 就是不要什么贪执 现在世间上上上下下的人 就是不贪身体都是没有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是 从此之后呢 你不要穿衣服啊 也不要看自己的身体啊 就是然后自然而然 虚空当自衣服啊 就是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们就是对这个身体呢 不要过于的贪执 如果你过于的贪执的话呢 那就依靠这样的因缘呢 就是造下这个很多的恶业 最后呢就是在轮回当中 也是不能去获得解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尚且不愿作 随伏且比喻 主欲未得主 神老富于事宜 那么这个身体 也就是说自身 自身如是脆弱 自身如是脆弱的话 那么就是自己的贪欲 也就是说 欲望性越来越增长 如果我们自我非常脆弱 没有对质力 没有智慧 这样的话 自相续当中的欲望性是很强烈的 现在世间上也是这样的 法威有智慧的人 虽然没有完全断掉他的所有的烦恼 但是他一般对财物也好 对地位也名声 就不是特别的贪 有些脆弱的人 有些可怜的这些人 甚至在这个世间当中 没有一个不贪的 就是他的贪爱是越来越增长的 那贪爱越来越增长 最后就是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 整个所有的大地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地球上的 所有的财产 权力 地位 全部都是一个人拥有的话 其实这个人还不会满足的 佛陀在《佛子相会经》里面 也有这个比喻的 比如说有多少水 全部是流入大海 但是大海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然后火焰 它能吞没多少个草木 但是烈火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同样的到愚人 他享受了多少个妙语 但不会有满足 不会有喜满意足的时候 所以说 真正是得到满足的确也是没有的 就像《萨迦班之道》所说的那样 如无知足求求者者 恒灵痛苦如降雨 如果不知足 整天都是求财富的这些人的话 那就是不会有一个快乐的时候 他的这个痛苦不断地就加下雨水一样的 就是不断地会领土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学过大乘佛法的人 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的话 不能太过于的追求 如果过于的追求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财物 你一个人享受的话 恐怕也是不一定满足的 所以佛陀在银元品里面也做了 天降粮食 珠宝鱼 多贪凡夫 夜难住 即使天上架下了各种珍宝的鱼 贪欲特别可怕的人 不一定是满足的 因此我们自己就经常观察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 应该自己就自主了 现在大乘室里面的人 真的不自主啊 就是有了这个庭房就不行了 要路房 有路房又不行了 要别墅 有别墅又不行 在那里还要建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要求 就特别的痛苦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有一种满足感 随缘二转的话 你自己的修行很重 所以我们虽然罪主就是余妙 但是永远也是不可能得满足的 反而自己都是非常的烦恼 痛苦 就是许许多多的人 为了希求自己所想到的这种对境 始终得不到 因为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最后自己也是不知道怎么样 希求 特别的这种痛苦 所以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也是应该有一种智慧来控制自己 看看我现在所追求的 是不是永无知情的 如果这样的话 在世间当中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世间里面 有些智者甚至自己也是能观察 一切所谈的对境 不太合理的 那么还是给我们做的 那是有点大意的 感觉 感觉尊重的表情 所以我们说那个那久不处短一的 所以我们要以后 做节目的表情 如果需要再来 stirred 获得了 也是一样的 要感觉 谢谢你 让珍珠 您站在肯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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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